民族国小二年级刘同学对人型机器人感到兴趣 在家人陪同鼓励下学习组装机器人并写程式语言 他操作的机器人不但会走路跳舞翻跟斗还会拔背非常吸睛 对木工很有兴趣的五年级赖同学因为喜爱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暴龙 突发奇想以木工制作出超过300公分长的大型标本 画设计图测量锯木头钉钉子都难不倒塌 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肋骨还有前爪 这是最大的肋骨然后这是最小的 然后这些是我刚开始做的一些东西 六年级严同学则是对宝可梦卡牌专演出兴趣 在家人朋友支持下努力练习对战经验 暑假在日本拿下2023宝可梦世界锦标赛卡牌游戏孩童组冠军 成为小小台湾之光 你这样玩到拿到四季的关键这个文化 其实我才玩不到两年 opa Saying 那妳要試一分鐘之後 我會不會有問題 我希望我以後的表現 都可以比較穩定 現場教育局長湯志明 也藉由魔術表演 和民族國小師生們同樂 並分享自己學魔術的歷程 同時勉勵學生持續自主學習 做自己學習的主人 剛看到我們孩子的一些表現 不管是做那個巨型的暴龍 或者是說做機器人的程式 還有寶可夢得到世界冠軍 會看到說當孩子決定 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會很專注 而且呢他會有進階 而且這種專注今天 跟他表現的時候呢 會讓他自己演繞能力 跟信息的量能會提升出來 但這一部分呢 絕對不是我們一般功課 有辦法做指定的 所以為什麼說 學習我決定 它代表一種學習的動能 一種探索的過程 而且也讓學生的能力跟興趣 可以透過探索體驗 能夠讓他沉澱發揮出來 那這是他最有意義的事情 尤其是剛剛的成果花表更重要 因為呢 成果花表可以讓同學們看到 他們怎麼在學東西 那這樣的學習歷程 讓他自己呢 可能對他原來在學習的選擇 或者是判斷上 可以多更多的幫助 這個讓我們孩子的學習呢 可以因為透過更多的分享 他們可以學得更好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寒暑假的作業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時間 當他有空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然後呢 多一點的試探 然後多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 除了學校功課之外 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成果發表會中 民族國小武師團和打擊樂團 也帶來精彩演出 展現屬訓成果 教育局除了推廣國小學生 寒暑假自主規劃學習活動外 也將持續舉辦各類競賽活動 增添學生自主學習 及多元展能的機會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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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